曾被我冒犯的人 我只想对你们说 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 我要用火箭飞船 把人类送上火星 可我要是个冷静 随和的普通人 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埃隆马斯克 周六夜现场 2021年5月8日 只有疯狂到认为 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改变世界 史蒂夫乔布斯 去张火之谬斯 游乐场 埃隆马斯克的童年 在南非度过 他经受过切夫之痛 也学会了如何在痛苦中生存 嬴王是威廉戈尔丁 出版于1954年的长篇小说 讲述了一群 被困在荒岛上的儿童 在完全没有成人的引导下 如何建立起一个脆弱的文明体系 最终由于人类内心的黑暗面 这个文明体系 无可避免地被野蛮与暴力取替 一者住一磅约等于 0.4536千克 一者住 12岁那年 他乘大巴来到一个名叫 野外学校 Well that's cool 的野外生存营地 在他的记忆里 他就像嬴王故事的现实版本 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点点食物和水 这里允许他们为了争夺生存物资 大打出手 甚至鼓励他们这么做 他的弟弟金博尔说 七零在这里被试做一种美德 大孩子们很快就开始暴揍小家伙的脸 然后夺走他们的东西 埃隆身材矮小 木论呆滞结果被人打了两次 最后他瘦了十棒 临近开营第一周周末的时候 男孩们被分成两组 辅导员要求他们相互攻击 马斯克回忆说 这太疯狂了 你只要经历过一辈子都忘不了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孩子死在这里 辅导员会把这种案例当成反面教材 他们会说 别像去年挂掉的那个笨蛋一样纯 也别当个懦弱的小傻瓜 一英尺等于0.304 8米 一褶住 埃隆第二次去野外学校时 即将年满16岁 他身高激增到6英尺 体格也强壮了不少 身材像一头熊 还学了一点柔道 这一次 野外学校不再是他的噩梦 埃隆说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 如果有人欺负我 我可以一拳打中他们的鼻子 这样他们就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他们可能会把我打得屁滚尿流 但如果我狠狠地打中他们的鼻子 他们以后就不敢再来找我了 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充斥着暴力活动 机枪扫射和持刀行凶都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 埃隆和金伯尔下了火车 要去参加一场反种族隔离音乐会 他们踩过一滩血 旁边是一具头上插着一把刀的尸体 那天晚上没走一步 胡在他们运动鞋 鞋底的血都会发出黏腻的声音 马斯克加养了几只德国牧羊犬 经过训练后 他们会攻击所有从他家旁边跑过的人 埃隆6岁在车道上奔跑时 他最爱的一只狗袭击了他 对准他的后背狠狠咬了一口 在急诊室里 医生们正准备给他缝合伤口 他却拒绝接受治疗 除非大人们答应他不会惩罚这只狗 你们不会杀了他的 对不对 埃隆问 大人们发誓说不会 在讲述这个故事时 埃隆停顿了一下 眼神空洞的愣了很久 他说他们还是把他打死了 埃隆最痛苦的经历发生在学校里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是班里年纪最小 个头最矮的学生 也很难搞清楚人情世故那一套 对他来说 共情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他没有取悦别人的欲望 也没有这种本能 结果小混混经常盯上他 朝他的脸挥拳头 他说你要是没被人打过鼻子 你就不知道 这种欺凌会对你的一生 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天清晨 在校园集会上 一个男生正在和一帮朋友玩闹 撞到了埃隆 埃隆一把把他推了回去 双方发生了口角 这个男生和他的朋友们 在休息时间找到了埃隆 发现他正在吃三明治 他们从他身后靠近 踢了他的脑袋 还把他推下了水泥台肌 当时和埃隆坐在一起的金博尔回忆 他们骑在他身上 不停地殴打他 踢他的头 打完以后 我甚至认不出他的脸 那就是个肿胀的肉球 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 随后埃隆被送往医院 一周都无法上学 几十年后 他还在接受矫正手术 以修复鼻子内部的组织 但同他的父亲埃罗尔 马斯克给他造成的情感创伤相比 这些伤痛都微不足道 埃罗尔马斯克是一名工程师 一个无赖 一个富有魅力的幻想家 他的这些特质至今仍困扰着埃隆 在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 埃罗尔站在了施暴者那边 他说 那个孩子的父亲刚刚自杀了 埃隆还说人家蠢 埃隆总喜欢说别人蠢 我怎么能责怪那个孩子呢 埃隆从医院回家时 父亲狠狠斥责了他一顿 埃隆回忆 我站了一个小时 他冲我大喊大叫 说我是个白痴 说我一无是处 金伯尔不得不旁观了这一幕 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记忆 金伯尔说 我父亲情绪失控了 可以说是勃然大怒 类似的场景我们见得太多了 他对我们哥俩毫无同情心 埃隆和金伯尔再也不同父亲说话了 他们都表示父亲说埃隆挑起了整件事的说法 完全是无稽之谈 那个肇事者最终因为这件事 被送进了少年饭馆教所 他们说父亲的谎言反复无常 他经常编造各种穿插着虚构情节的故事 有时这些情节是蓄意编排的 有时则纯粹是他的妄想 他们都说他有双重人格 前一分钟还和蔼可亲 后一分钟就会开始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无情谩骂 每次长篇大论结束时 父亲都会告诉埃隆他有多可悲 埃隆只能站在那里不能离开 这是精神上的折磨 埃隆说完停顿了很长时间 微微有些哽咽 他总能让情况变得恶劣不堪 我给埃隆尔打电话时 他跟我聊了近三个小时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我们定期通话发信息 他总是迫不及待的向我描述 他带给孩子们的好东西 还把相关的照片发给我 说明至少在他事业发展良好的时期 他是这样做的 他一度拥有一辆劳斯莱斯 也跟孩子们在野外搭建过一座小屋 还从赞比亚一个矿主那儿得到天然的祖母率 然后卖给珠宝商 一直到这桩生意倒闭关门 但埃罗尔也承认 他希望孩子们在体格和人格上都能强壮起来 他们和我在一起 让他们更能适应野外学校 他还补充说 暴力只是他们在南非学到的一部分 两个人放倒你 另一个人拿木头砸你的脸 诸如此类 新生入学第一天就得跟学校里的暴徒搏斗 埃罗尔自豪地承认 他以街头黑帮式的管理风格 对他的孩子们实行了 极其严厉的独裁统治 他还特别补充说 埃罗尔后来也把同样严苛的独裁风格 搬到了自己同他人的关系中 逆境塑造了我 作者在这里既引用了星球大战的典故 又指马斯克的SpaceX登陆火星等活动 本身就是一场 星球大战 一者注 达斯维达是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重要人物 带有悲剧与矛盾色彩 因身心拒毁而堕入原理的黑暗面 一者注 有人曾说 每个男人的一生都在努力满足父亲的期望 或者弥补父亲犯下的错误 被拉克奥巴马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我的软肋来自何处 以埃隆马斯克为例 尽管他无数次的尝试在生理和心理上摆脱父亲的阴影 但父亲对他的精神影响仍将持续存在 他的情绪会在晴空万里和暗无天日之间 在激情四射和麻木愚钝之间 在冷漠疏远和真情流露之间循环往复 偶尔还会陷入那种双重人格的恶魔模式 让他身边的人感到害怕 不过有一点他倒不像埃罗尔 他会照顾孩子 但在其他方面 他的行为背后蕴藏了一种危险 需要他不断抵制 正如梅耶所说 他可能会变成他父亲那样 这是所有神话中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经典台词之一 令人好奇的是 这位在星球大战中激流涌进的英雄 在展开他如史诗般浩荡的人生追求过程中 到底需要在多大程度上 与原力的黑暗面展开较量 来驱除他父亲如达斯维达般遗留下来的心魔 埃隆的第一任妻子贾斯廷说 我觉得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南非度过童年 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人关上心门 在他的十个孩子中 贾斯廷是其中五个孩子的母亲 如果你父亲总是叫你傻瓜和白痴 也许你唯一的回应方式就是闭上心门 因为即便打开了一个情感维度 你也没有驾驭情感的工具 这样做可能会让他变得冷酷无情 但也使他成为敢于冒险的创新者 贾斯廷说 他学会了消除恐惧 如果你屏蔽了恐惧心理 那么也许你也得屏蔽其他情感 比如快乐或同理心 童年噩梦的点点滴滴 让他变得厌恶满足于当下 我只是觉得他不知道如何去享受成功 欣赏鸟语花香 他另外三个孩子的母亲 艺术家克莱尔豹彻一名 格莱姆斯这样说道 我认为童年带给他最深刻的制约就是 生活及痛苦 埃隆对此表示同意 他说逆境塑造了我 我的痛苦预值变得非常高 2008年 埃隆的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火箭在前三次发射过程中接连爆炸 特斯拉也即将破产 这是他生命中地狱般的至暗时期 那时他会在痛苦的剧烈扭动中惊醒 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达露拉来历回忆说 埃隆会向他讲述 他父亲讲过的骇人听闻的事情 达露拉说我听他说过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话 这些经历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他回忆起这些时他会出神 你很难透过他那双钢铁色的眼睛 看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认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对他的影响 因为他以为这都只是童年时发生的事情 达露拉说但他保留了孩童般的那一面 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一面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仍然是一个孩子 一个站在他父亲面前的孩子 如果跳出原生家庭这口熔炉 你会发现埃隆发展出了一种气场 让他有时看起来像个外星人 他的火星任务仿佛是对于重返家园的渴望 而他打造人形机器人的愿望 似乎又在表达着一种对亲密情感关系的心理诉求 如果他扯掉衬衫你发现他没有肚脐 你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因为他本来就不像地球人 但他的童年又浸透着人性 一个坚强而又脆弱的男孩 决然地踏上了一场史诗般的远征 有一种狂热掩盖了他的笨拙 而这种笨拙又紧紧包裹住他的狂热 这样一个灵魂塞进这样一具肉身里 让他有一点不自在 他是个运动员一样的大块头 走起路来像一头肩负使命的大熊 跳起舞来就像戏仿机器人 带着先知般的信念 他会宣讲塑造人类意识 探究宇宙拯救地球的必要性 一开始我以为这主要是在塑造人设 就像一个经常读银河系搭车课指南的大男孩 在演讲和播客里用宏大的梦想来激励团队 但随着我跟他打交道越来越多 我越来越相信使命感是推着他前进的动力之一 当其他企业家还在努力形成世界观时 他已经形成了宇宙观 他的遗传教养和心智让他有实际冷酷又冲动 这也赋予他面对极高风险的耐受能力 他可以冷静地计算风险 也可以狂热地拥抱风险 埃龙是为了冒险而冒险 在PayPal创业早期就成为埃龙和火人的彼得 蒂儿表示 他似乎就是很享受 有时候甚至会上瘾 在飓风来临时 他是最兴奋的人之一 安德鲁杰克逊曾经说 我为暴风骤雨而生 风平浪静不适合我 埃龙也是如此 动荡的环境和剧烈的冲突 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有时他甚至渴望这些东西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那些他努力维持 却未能持久的恋爱关系中 在面临重大危机最后期限和事业转折时 他披荆斩棘 激流涌进 每当面对艰巨的挑战 紧张感常常让他夜不能寐 甚至呕吐不止 但这些都是他赖以为生的养分 戏剧性是他人生中的最佳伴侣 金博尔说 离开这个他活不下去 他可以为之生为之死 当年我在采访报到史蒂夫乔布斯时 他的搭档斯蒂夫沃兹尼亚克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有必要这么刻薄 这么粗暴无情 这么沉緬于戏剧性冲突吗 在我的报道行将结束时 我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沃兹尼亚克 他说如果由他来管理苹果公司 他会带人更友善一些 他会像对待家人一样 对待公司的每个人 更不会突然解雇员工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 但那样的话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做出麦金塔计算机 所以那个关于埃隆马斯克的问题也是这样 如果他能更放松一点 更可亲一点 他还会是那个要把我们送上火星 送往电动车未来世界的人吗 2022年年初 也就是在SpaceX成功发射了31颗卫星 特斯拉卖出了近100万辆电动车 埃隆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一年后 对于自己一再挑起戏剧性冲突的背后动机 他略带感伤地弹起了他的反思 我需要改变我的思维模式 不能一直处于危机战备状态 他告诉我 我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大概14年 或者说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这更像是一个自怨自艾的评价 而不是在表达新年新气象的决心 他一边做出了这些反思和保证 一边还在秘密买入推特的股票 众所周知 推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终极的游乐场 那年4月他在陆水情人女演员纳塔莎巴塞特的陪同下 到他的人生导师 甲骨文创始人拉里 埃里森在夏威夷的家里难得的度了个假 推特曾向他提供了一个董事会席位 但经过那个周末 他觉得这还不够 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要获得完全控制权 所以他决定尽管有人不欢迎他 他还是要出价 拿下推特100%的股权 随后他飞往温哥华与格莱姆斯会面 他在那里玩了一款新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艾尔登法环 一直玩到清晨5点 刚打完游戏 他就立马 扣动扳机 开启了收购推特的计划 我提出了报价 他宣布到 操场与游乐场的英文同为play round 一褶住 这些年来 每当他身处绝境或感受到威胁时 他就会回想起在操场上被欺凌的恐怖经历 现在他有机会坐拥整个操场了 01冒险家 温尼弗雷德霍尔德曼与乔舒亚霍尔德曼 左上 埃罗尔 梅耶 埃隆 托斯卡和金博尔 左下 克拉马斯克和沃尔特马斯克 又 乔舒亚霍尔德曼与温尼弗雷德霍尔德曼 埃隆马斯克热爱冒险的基因来自他的家族 在这方面他向集了他的外祖父乔舒亚霍尔德曼 乔舒亚是一位无所顾忌的冒险家 有着坚定的信念 从小在加拿大中部贫瘠平原的一个农场里长大 他在爱奥瓦州学习脊椎按摩技术 而后回到穆斯桥附近的家乡 在那里驯马给人做脊椎按摩 以此换取食素 最终他买下了一座农场 又在席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失去了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当过牛仔 做过牛仔竞技表演演员 还当过建筑工人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他对冒险的热爱 他结婚又离婚 在货运火车上坐过流浪汉 还搭上一艘远洋轮船去偷渡 失去农场的精力让他逐渐认同民粹主义思想 他积极参与到一场名为社会信用党的团体运动中 这一运动主张向公民发放可以像货币一样使用的免费信用票据 这场运动带有一丝反有主义的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 社会信用党在加拿大的首位领导人谴责这事 对文化理想的扭曲 因为有太多的犹太人身居高位 乔舒亚后来成为社会信用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他还参加了一个名为技术治理的运动 该运动认为政府应该由技智主义者而不是政治家来管理 由于反对加拿大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运动在加拿大被临时禁止 乔舒亚无视禁令 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支持该运动的广告 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交际舞 也因此遇到了温妮弗雷德弗莱彻 他的冒险精神同他故乡上下 16岁时 他在穆斯乔时代先驱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他的梦想是成为舞蹈家和演员 于是他匆匆乘坐火车前往芝加哥 而后又去了纽约 回到加拿大后 他在穆斯乔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 乔舒亚就是在那里上课的 他想请他吃饭 他回答道 我从不和我的学员约会 于是他退了课再次约他 几个月后 他问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他回答说 明天 他们育有四个子女 包括一对出生于1948年的双胞胎女儿 梅耶和凯 在一次旅行途中 乔舒亚在一个农民的田地里 发现了一架单引擎的勒斯科姆 飞机上贴着出售的标识 当时他手里没有现金 但他竟然说服了农民 用他的汽车交换到了飞机 乔舒亚做出的这个决定相当鲁莽 因为他还不会开飞机 他雇了一个飞行员在他回家 然后教他如何驾驶飞机 这个家族后来被人们称为会飞的霍尔德曼一家 乔舒亚被一家脊椎治疗领域的杂志社称为 可能是脊椎治疗行业史上最杰出的飞行员 这是一个相当细分但又准确的荣誉称号 当梅耶和凯三个月大时 他们买了一架更大的单引擎飞机 贝兰卡这两个盘山学部的孩子也因此被称为会飞的双胞胎 乔舒亚抱持着古怪的保守民粹主义观点 他开始相信加拿大政府篡夺了太多对公民个人生活的控制权 国民太容易被操控了 因此在1950年 他决定移居南非 当时南非仍有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统治 他们把贝兰卡拆散后装进箱子 登上了一艘开网开普敦的货船 乔舒亚决定住在内陆 于是他们向约翰内斯堡出发 那里的大部分白人说英语 而不是南非语 但当他们从比勒托利亚的上空飞过时 但紫色的兰花营漫山遍野的自私盛开 乔舒亚随即宣布 我们就待在这里吧 乔舒亚和温妮弗雷德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名叫威廉亨特的江湖骗子 人称或至少他自称伟大的法里尼 他来到穆斯桥 讲述了他穿越南非卡拉哈里沙漠时 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失落之城的故事 马斯克说 这个江湖骗子 给我外祖父看了一些明显很假的照片 但我外祖父从此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 并自作主张地认为 重新发现这座古城就是他的使命 此后只要身在非洲 霍尔德曼一家每年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到卡拉哈里沙漠中长途跋涉 去寻找失落之城 他们自己打猎秘石 枕着枪睡觉以抵御狮子的攻击 以英里约等于1609米 一褶住 这家人的座右名是冒险而审慎的生活 他们开始尝试飞往挪威等地的长途飞行 再从开普敦到阿尔吉尔长达12 000英里的汽车拉利赛中并列第一 还成为第一批驾驶单引擎飞机 从非洲飞往澳大利亚的人 梅耶回忆说 为了装油箱 我父母不得不拆掉飞机的后座 乔舒亚霍尔德曼的冒险精神 最终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他正在交一名学员开飞机 结果撞上了电线 飞机翻转后坠毁 那时他的外孙埃隆只有三岁 他知道真正的冒险当中 总有风险和隐患 埃隆说 但风险给了他激情和动力 乔舒亚将这种精神 深深烙印在他的双胞胎女儿之一 埃隆的母亲梅耶身上 他说 我知道只要我做好了准备 我就可以去冒险 上学时 梅耶的科学和数学成绩很好 而且颜值很高 他身材高大 眼眸深蓝 颧骨突出 下河线轮廓分明 他15岁开始当模特 周六早上在百货商店走秀 大约在那时 他在家附近遇到了一个男孩 他长得非常英俊 却带着一种圆滑和轻浮的气质 埃罗尔马斯克 埃罗尔马斯克是一个冒险家 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总是在寻找下一次机会 他的母亲科拉出生在英国 14岁毕业后 就在一家为轰炸机飞行员制作皮衣的工厂里工作 后来搭乘难民船抵达南非 在那里 他遇到了密码学家 军事情报官员沃尔特马斯克 沃尔特曾在埃及制定方案 通过部署虚假武器和探照灯来欺骗德国人 战争结束后 他百无聊赖 整日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喝酒 用他的密码学技巧玩一玩填字游戏 于是科拉离开他 带着两个儿子回到英国 买了一辆别克 然后又回到了比勒陀利亚 埃罗尔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 埃罗尔获得了工程学学位 从事过建造酒店 购物中心和工厂的工作 作为业余爱好 他喜欢修复古旧汽车和飞机 他还热衷于政治活动 击败了一名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 国民党的白人成员 成为比勒陀利亚市议会中 为数不多的说英语的成员之一 1972年3月9日的 比勒陀利亚新闻报以 反对建制派为标题 报道了这次选举 同霍尔德曼一家一样 埃罗尔也喜欢飞行 他买了一架双引擎的 赛斯纳金英飞机 用来把电视台工作人员 运送到他在灌木丛中建造的小屋 在1986年的一次旅途中 当他打算卖掉这架飞机时 他开着它降落在 赞比亚的一条简易跑道上 一位巴拿马伊意大利企业家提出 想要购买这架飞机 他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 埃罗尔没有收取现金 而是得到了这位企业家 在赞比亚的一个矿场 生产的一部分祖母率 赞比亚当时有一个 后殖民时期的黑人政府 但没有能有效执政的官僚机构 所以这个矿市 黑矿没有登记在册 埃罗尔说 如果你注册了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因为黑人会夺走你的一切 他批评梅耶的家人 是种族主义者 但他坚称自己不是 我对黑人没有任何敌意 但他们与我不同 他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的说 埃罗尔从未拥有该矿的所有权 但他会进口祖母率原石 在约翰内斯堡完成切割 以此把生意越做越大 很多人拿着一包包偷来的宝石 找到我 他说在海外旅行时 我会把祖母率卖给珠宝商 这都是剑布的光的交易 因为全都不合法 在赚取了大约21万美元的利润后 埃罗尔的祖母率生意 在20世纪80年代土崩瓦解 因为苏联人在实验室里 合成了人造祖母率 宝石生意无法再为他创造财富 父母爱情 埃罗尔 马斯克和梅耶霍尔德曼 从十几岁起就开始约会 一开始 他们的关系就充满戏剧性 他一再向他求婚 但他不相信他 当他发现他不忠实 他非常难过 哭了整整一周 连饭也吃不下去 因为过度悲伤 我掉了十磅肉 梅耶回忆到 结果这帮他赢得了当地的选美比赛 他获得了150美元现金奖励 和一个保龄球馆的十张入场券 并成为南非小姐大赛的决赛入围选手 梅耶大学毕业后搬到了开普敦 做一些关于营养学的讲座 埃罗尔来看他 拿出了一枚订婚戒指 向他求婚 埃罗尔承诺一旦他们结婚 他会改变自己 对他忠诚 梅耶刚刚和另一个不忠的男朋友分手 体重增加了很多 他感到恐惧 担心自己可能永远都嫁不出去 所以答应了埃罗尔的求婚 婚礼当晚 埃罗尔和梅耶乘坐廉价航班去欧洲度蜜月 在法国 埃罗尔买了在南非被禁售的花花公子 躺在旅馆的小床上翻看 这让梅耶非常恼火 他们的争吵变得激烈起来 当他们回到比勒托利亚时 他就已经想要摆脱这段婚姻了 但他很快就感到恶心 开始沉痛 他意识到在尼斯度蜜月的第二天晚上 他就怀孕了 很明显嫁给他是个错误 梅耶回忆到 但现在已经无法挽回 我会想要摆脱这段婚姻